今天我們到高雄來主要的就是來慰問商者還有家屬 同時也要對我們這次在災害中勇敢的搶救的警消還有我們醫護的辛勞表達慰問之意 前天高雄城中城大樓的火災事件造成許多的傷亡 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沉痛和不捨 我今天來高雄主要的就如同我剛才講的就是來探視商者及慰問罹難者的家屬 也要感謝投入收救的工作的人員包括第一線的警消和我們醫護人員的辛勞 我們這次有許多位的罹難者我們要向他們的家屬表達哀悼跟慰問之意 我們也一定會協助處理後事對於受傷的醫院也會給予他們最好的照顧 那麼在災後工作上中央和地方會全力的協助也將透過專人以一對一的方式來提供協助幫助我們的居民度過難關 那麼這一次的事件之後社會上有很多的討論 尤其是說在我們國家的制度面上還有法規面上是不是要進行一個全面的檢討 讓我們不論是在法規面或制度面能夠更完善 那在過去的五年我們透過社會住宅都跟危老政策 自力改善國人尤其是弱勢族群的居住環境 那麼發生城中城這麼嚴重的事故 我們一定要更積極地來檢討改善 我已經請行政院以及內政部全面檢討強化建築管理 消防檢查跟都跟危老制度不足的地方 中央一定要用最快的時間跟我們的縣市政府一起來合作 我們要共同來全面的盤點住商混合大樓 特別是局部的已經是局部的荒廢的老舊的建築 要立即進行環境整理 排除危險跟雜亂的問題 建立起我們所必要的社區管理系統 並且用公辦都跟我們來加速處理這些大樓跟建築物的問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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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